原方濃濃黑煙不斷冒出 四周全市杂草 也没有明宅监视器追查困难 相及天道蒙太阳峰会会长的凶手 疑似为了湮灭指纹证据 放火一收将车子收到只剩骨架 让警方怀疑有人在背后接应 凶手犯案后立刻回到车上离开现场 警方查出车子是经过层层转手的权力车 不但连登记的车主都不曾开过 转手后的使用者也不明 犯案后从新竹南辽沿着西滨公路 北上投意 还可以选择人烟稀少的桃园大圆的 中正东路回车灭迹 一般权力车的交易是直接是现况点交 那现况点交的话 你会不知道之前这台车到底出过什么事情 而且开的这个价格通常是只有新车的 可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警方调阅监视器还发现接应枪手的车辆 上个月就曾经出现在代姓男子家附近 疑似在勘察地形调查作息 研判是预谋犯案 众多涉嫌安排的机证也在在证明 这起枪极案错综复杂的关系